我是第一季和第二季的老队长 第三季呢出去玩了一圈 对第四季又回到家里跟大家一起见面 我是昂哥 you can speak chanese 你好 呃 谢谢辛苦了 哦 必须的必须的 啊 哦 呃 吃鸡汤 哦 nice thank thank you 大家真的要想一想 在哪个 排斌木阵 因为五对五的是一个 有劲的一个battle 他们是需要先选出人来之后 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编舞 才可以 咱们先选出两个主编舞师 对 可以 可以 你看庚哥那么佛系啊 其实心里可有主意了 他都想好了 我们先是编舞师 你先跳 跳完了以后呢 我们所有的人选出 最重要的两个编舞师 来编那个五对五 然后那么其他的人在跳 让这两个编舞师去看 然后呢去选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 这个老人家还是有智慧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搭配 我的个人的一些观点 他们三个呢 3v3是最合适的 对 我觉得可以把他们三个呢 有两个是在一组 有一个在下半场 拆开 因为我们上半场拿到三分 我们就全部禁忌 我们下半场拿到三分就全部禁忌 哦 可以啊 所以稳稳的拿住三分 我们最强的三分 我觉得就ok 其他的就还好 嗯 对 对 他可以啊 他可以跳的 太谦虚 再把宽架改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不不不 可以吗 可以啊 刚开始大家讲这规则 讲那规则感觉好紧张 我也希望说让所有人 有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轻松的状态才能出来更好的作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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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G PAO TORONTO